你见过世界上最可怕的十大考古发现 你知道纵横交错在悬崖上的悬关吗 你相信三星堆文明是外星种族吗 考古工作是人类认识过去世界的重要工作之一 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还发现了世界原始如此奇妙 本期《地球最top》将盘点世界上最可怕的十个考古发现 欢迎点赞评论加订阅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第十名 尖叫的木乃伊 你见过尖叫的木乃伊吗 根据考古发现 一句好似在尖叫的木乃伊被工作人员挖了出来 根据专家介绍尖叫的木乃伊很可能是 公元前二世王朝时期的古埃及王子佩塔瓦尔 他是法老拉美西斯三世与一位次要妻子太的儿子 他参与了所谓的后宫阴谋 也就是策划杀害他的父亲并登上王位的阴谋 但如果自杀失败 他就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自杀 二是被父亲处决 但佩塔瓦尔在此次的行动中失败了 所以他只能被父亲赐死 最后被包裹成木乃伊 而他的木乃伊之所以尖叫 是因为有可能他当时正在被人快速地制成木乃伊 所以十分恐惧 且当时他是在活着的状态下被包裹成木乃伊的 也就是未将大脑和内脏取出 并被放置在一只血松木盒中 他的防腐过程进行十分快 以至于他的下颌没有被正确绑紧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下颌呈现尖叫的姿态 虽然这不一定是当时历史真正发生的事 但这一定是最具说服力的 第九名 吸血鬼墓地 你感信现实生活中真的有吸血鬼之墓 根据考古学家对一个奇特海骨的发现来看 似乎这的确是事实 2010年一只考古队在斯拉夫地区中发现了一个 类似于电影中吸血鬼的遗骸 根据推断这具海骨很有可能来自13世纪 根据史密森尼杂志的报道 这具遗骸属于一名40多岁的男子 他的胸腔两侧被死死地定入了两根十分粗的钢针 通过图片可以看出钢针已经秀极斑斑 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据专家推断 这可能与与当地历史习俗有关 他们认为这样操作 这个人就不会从坟墓中升起并攻击活人 虽然这真的很扯 但这的确是事实 负责这次挖掘的考古学家告诉新闻媒体 这是中世纪反吸血鬼仪式的一个例子 在欧洲历史上的这个时期 人们深信吸血鬼是会从棺材里冲出来并攻击人类的 所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他们就会在死者胸膛狠狠地定入两棵钢钉 迄今为止 在斯拉夫地区仅发现了至少100个带有穿刺刺具的坟墓 第八名 头上长有羊脚的人类遗骸 让我们来看看 一个长有犄角的人类头骨 据说它在19世纪时 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古墓中被发现 当古墓被发现时 工作人员从中挖掘出了几具身材异常高大的人体骨骼遗骸 它们身高普遍超过2.1米 并且每个骨架上还长着一对从眉毛上方伸出的脚 据推断这些尸体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 据报道 这些骨骼一经发现就被立即被送往费城的美国调查博物馆进行观察 尽管巨人和油脚人类不是主流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但实际上 过去确实有人长出脚 或者从前额长出脚 或者从头后长出脚 自然学家卡斯帕里巴特利尼在他的解剖学书中提到过一位头上长有0.3米脚的人 一个名叫王的人因为长有巨大的脚而被称为人类独角兽 这些情况通常与一种脚蛋白细胞遗传错误有关 这样就会在人的头部以一种凝固物的形式生长出来 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但在历史上已的确有相关记录 你见过沉睡在悬崖之上的悬棺吗 接下来盘点世界上最可怕的十个考古发现 第七名悬崖上的棺材 你见过悬棺吗 或许在丛林中漫游时 最不希望发现的事情之一就是看见野生棺材吧 然而 这却是事实 在菲律宾北部的当地山地伊格洛特部落的成员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在进行这一传统 他们将它们放入棺材中 然后将棺材定在悬崖的一侧 远离地面以防止祖先被石斧动物吞食 其实不仅菲律宾有悬挂棺材 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也有这样的传统习俗 他们将死者棺材整齐地排列在悬崖上 或者堆放在高高的洞穴中 据了解这样做第一是对死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第二是为了使自己的子嗣兴旺 子孙高显 每个地区的习俗寓意会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 其中福建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悬挂棺材的历史 甚至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 2015年一支考古队在湖北省中部发现了131具悬挂棺材 这些棺材在一个宽一个50米高100米的悬崖上的人工洞穴内 专家们对此很疑惑 因为这么重的棺材 仅通过人力运输是十分困难 所以古代人民到底是如何将棺材 尸体和丧葬用品运送到悬崖洞穴的呢 第六名 上帝之手 2015年一支考古队在英格兰北部哈德良长城附近 发现了一个神秘青铜手掌 这个青铜手掌被后人称为上帝之手 这只手掌是在一个名为温多兰达的遗址上发现的 这是一个古老的堡垒 属于罗马统治现代英格兰的时期 这只手掌实际上是在一座寺庙附近的沟渠中被发现的 该沟渠专门用于祭拜木星 因为当时那里的人们非常崇拜木星 温多兰达遗址的挖掘人员表示 这个习俗与天气和金属工艺有关 这个崇拜对男女和不同社会阶层都是开放的 在公元三世纪时非常受欢迎 第五名 秘密碎盗迷宫 这一发现是由考古学家借助先进的机器人技术而得出的 斯坦福大学设计的小型机器人发现了秘密的地下通道迷宫 这个隧道隐藏在秘鲁一个庙宇的下方 据了解这座庙宇建于三千年前 是一个宗教教徒聚集地和行政中心 随后专家们使用装备有摄像头和灯光系统的微型机器人来探索地下深处 研究人员发现了陶瓷碎片 人类海骨和35条相互连接的地下通道 据了解这些遗物以及隧道的年龄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至200年之间 廖宇的祭司使用光和声音来操控仪式 使自己更具威望 这样一来前来朝圣的人就会相信他们具有超凡的力量 随着对这些通道的新发现 研究人员对祭司的运作方式以及仪式中所发生的事情有了更多的了解 但据斯坦福大学项目负责人表示 这是秘鲁在过去50年中最重要的发现 他们不仅是在最震惊发现这条隧道 更震惊的是在如此久远的时代 古人们能够利用光和声音来影响周围人们 第四名 冰马俑 冰马俑是我国重要的考古文物之一 位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市临同区 距离西安市中心约40公里 冰马俑的最初发现于1974年 当时一位农民在耕地时意外发现了陶制的冰马俑 随后的考古发掘工作揭示了一个巨大的地下陵墓 其中包含了数量众多的冰马俑和其他陪葬品 冰马俑的数量估计达到数千个 冰马俑是用陶土制作而成 每个冰马俑都具有独特的面部表情 服装和武器装备 他们被排列成战斗队形 模拟了秦朝时期的军队 冰马俑的制作非常精细 展示了古代中国陶器制作的高度记忆 冰马俑的发现对于研究古代中国的军事制度 军事技术和艺术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他们揭示了秦朝时期的军队组织结构和装备情况 以及古代陶器制作的技术水平 三星堆就到底竟藏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接下来盘点世界上最可怕的十个考古发现 第三名 三星堆 三星堆是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的一处古代遗址 也是中国史前文化的重要遗址之一 距近约4800年 属于新时期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 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和史前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它揭示了古代中国的复杂社会组织 宗教信仰和手工艺技术水平 其中最出名的莫属青铜面具 青铜神术这些面具造型独特拥有巨大的眼睛和耳朵 它是用于祭祀和宗教仪式的一种物品 反映了我国古代神秘的宗教信仰 而青铜神术是一件非常精美的青铜器 高约1.26米 它由青铜铸造而成 整体成树的形态 树干和树枝上分布着许多细节丰富的装饰物 是三星堆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之一 其次专家们在三星堆中还发现了许多神秘图形符号 玉器以及大规模的城址 宫殿和祭祀场所的遗迹 目前由于技术限制因素 三星堆不能继续下瓦 第二名巨石镇 在德国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类似于英国巨石镇的德国版巨石镇 这是一个环形的巨石圈 在公元前232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建造的 这个时间距离英国的巨石镇建造大约只有200年 由不同的新石器时代部落建造 这个德国的巨石镇 今天仍然可以在波梅尔塔附近的一个小镇上看到 但它的名气远不如英国的巨石镇 据了解德国的巨石镇并非由石头建造 而是使用木材 此外 它还有几个不同的环合一些神秘的坑洞 据考古学家说 在古时期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古人们举行祭祀用的地方 而其中甚至还有活人献祭的可能性 牺牲最大的就是年幼的儿童和无辜的妇女 因为科学家在围绕纪念碑的神秘坑洞中发现了妇女和儿童的骸骨 其次考古学家还发现了牛骨 隐居碎片和其他与新石器时代仪式有关的物品 第一名 尼安德特人石人组 大约4万年前 一些远古部落通过石人的方式生存 但那个时期的人类和现在的人类是完全不同的 他们是我们人类祖先之一 尼安德特人 尼安德特人以同类为石 并且还用他们的骨骼制作工具 2015年科学家在一个洞穴中发现了尼安德特人的骨骼 骨骼上上有明显被屠宰的痕迹 也就是说这具遗骸的主人被同类切割成块食用或者制作工具 而这种互相残杀的行为也为尼安德特人的灭绝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4万年前 尼安德特人会像包皮动物一样包下其他尼安德特人的皮肤 然后将它们切成块 甚至提取骨髓食用 所有证据都表明 他们在洞穴里进行了十分残忍的食人行为 其次专家还在同一个洞穴内发现的马和驯鹿的遗骸被包皮踢骨 对于这些尼安德特人来说 似乎没有区分人类和动物的界限 这一发现对于考古界而言十分具有意义 虽然我们无法正确解释他们为什么互相残杀 但这的确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我恨别人的词 我可以答应 你